大家好,我是Heidi 大家都知道我一直在淘寶買了超多耳環 但是有時候,特別是最近我剪了頭髮之後 其實經常都這樣放頭髮下來 我換了耳環大家都應該不知道 所以今天就想拍這條片 跟大家show一下我最近買了什麼新的淘寶耳環 讓大家看看我戴著耳環的效果 第一對出場的就是這個琥珀顏色的貓貓耳環 它是比較大的,不是跟耳珠大小差不多 比較有存在感的一對耳環 然後就到兩對同款不同色的耳環 上面的蝴蝶是擁抱質感 下面吊著會是一顆珍珠 可以擁有動感 之後是一對比較知性的耳環 上面會有雲石紋,黑色白色鑑 下面最底有半個圈 沒有半個,三分一個圈就是空心的 一月最愛都有提及過的常班族玻璃球耳環 而這一對的毛毛寶寶球耳環 之前已經出現過在另一條影片 是一對同款不同色的耳環 就是get ready with me的影片 之後的這一對圈圈耳環 我最近非常喜歡 它是由兩顆扭的設計 然後旁邊是有彩虹的顏色 不會太過女生,但也不會太過單調 接下來這一對耳環 也算是在我的耳環系列裡面 算是比較有份量的一對 顏色是很鮮艷的流蘇耳環 然後很長很大抽 但戴上去看起來是很成熟很有韻味的一對耳環 看完這麼浮誇的耳環 就看看小巧一點 這一對上面是有顆珍珠 然後下面是一顆星星 很精緻很小巧的一對耳環 我覺得搭配斯文衣服就最適合了 再之後就有三對金色圈圈耳環 三對都是不同直徑的 我特意買回來 就是想給大家看看 不同直徑戴上耳環的時候 不同的效果 除了金色之外 我還買了一個最基本款的銀色圈圈耳環 有時候搭配一些casual的衣服 這一對耳環使臉看起來 它都會長一點 沒有那麼包包面 之後這一對耳環是幾何圖形的 由兩個三角形組成 後面的三角形其實不是白色 它是一個非常淺的粉紅色 然後這一對耳環是比較文青鋒 比較知性型的 它是木的質地 屬於很輕的木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擺動 一個圓形和一個圓角的正方形組合上來 加上它的配色 我自己都覺得蠻漂亮的 之後這兩對迷你流蘇耳環 如果不是只有這兩隻顏色的話 我想我也是會包色的 真的很喜歡它們 超可愛 我發現我對於有空心設計的耳環 其實是情有獨鍾的 這一對我總共已經買過四種顏色 但每次它出新色 我都忍不住再入手 然後這一對 也是我的近期大愛 別看它這麼普通灰色圈圈 近看它是有點像肉的那種質地 當然它不是 而最後這一對 都算是新嘗試 因為本身我對羽毛 是有點抗拒的 但我看到這一塊的羽毛 我又覺得很漂亮 戴上去是不是很好看呢 好啦我回來了 剛才不停地換耳環 換到耳珠現在很紅 在淘寶買耳環 價錢的大約 都在$2至$18至$9左右 有時候耳環可能貴一點 都在$20多就有交易 所以基本上我在淘寶買耳環 是買到一個失心風的地步 這次也不是全部的collection 剛巧我之前淘寶買耳環 放在其中一個寄過來的紙盒裡 我現在失滿了就拍這條影片 可能下一次如果大家有興趣看 這一類型的平價淘寶耳環系列 我又儲了一大堆 我又繼續用這個方法去和大家拍 或者有更好的呈現方式 大家也可以留言和我說聲 今天這一條淘寶耳環分享 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接著我 我告訴你 這條影片 現在我在淘寶 都看得到 好像有一樣 在淘寶 探訝